那么说佛我们很清楚很明白 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在哪里呢 在你阿赖耶里面种一个金刚种子 如此而已 你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这个种子能够发芽 能够生长开花结果 哦 那不容易了 那怎么样呢 那你要经得起考验 你要不受染污 你的成就超过古来这些子嗣大德 祖师大德没有经过这么严厉的考验呢 你能够经得起啊 那你一成就了 在劣带祖师大德见到你没有一个不佩服啊 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不一定能成就 你在这个环境能成就 西华 殊胜的 祝佛如来都散叹 这个道理不难懂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要怎么样 才能在这个时代修行 保全成就 这是我们当前非常希望知道的 应光大师教了我们一个方法 把十字贴在恶头 佛经上面有一个故事 很有启发性 这是世尊大年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过往 也是听佛说法 听到佛将不受五欲六成的影响 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他很疑惑 这不容易做到 佛教他做个事 监狱里面有一个死囚 判了死刑的人 国王告诉他 他说我叫你头上点一个锅 这个锅里头盛满了油 你从监狱里头出来 有人带着你 从这个很热闹的这个街市 过往还特别派了许多 像现在讲的国舞团 在这个圆街表演 非常热闹 让这个人 这个囚犯顶着这一锅油 从这个地方经过 如果这个油要是滴滴下来 立刻就置刑死刑 如果到达国王这边是一地油都没有滴下来 就设他的死刑 国王 佛教他用这个方法来示意 国王说这个行啊 这个锅做得到啊 就找这个囚犯 那么这个囚犯的时候 果然从监狱里头顶着这一锅油 到达国王面前 一滴油都没有滴下来 国王就很奇怪 他是你这么长的路经过的 你在这个路上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他给国王说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什么都没有听见 奇怪啊 我拍了许许多多国舞团圆土表演啊 你怎么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呢 他说我念念心中就想着 我死到临头 我这个油一跌下来的时候 头就没有了 我就想着这种事情 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国王对佛讲的这个话 相信 是硬光大使叫我们的 在现在这个时间修行的 要把十字贴在额头啊 常常想到我要死了 这个囚犯活一世 不受外面无欲留存的影响呢 念念当中想到 死到临头 所以 有隐 没有看到啊 有耳 没有听到啊 是耳不见的 听耳不闻 他的心意就集中在一点 小心谨慎 这一锅油 不能有一滴 滴下来 这样的心态修行 在无浊卧室 也能成就 所以印竹写了一个死字 他是西方世界大十字菩萨在来的 他还要搞这套吗 他不需要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教我们的 做给我们看的 我们要常常看到这个字 世界人很讨厌这个字 不喜欢呢 我们修道人知道这个字能救命 救我们自己的发生会命 我们今天要跟那个囚犯一样 头上顶着的一锅 越有 只要有一滴 滴下来 我们就要堕三途地 全心全野 一心向道 我们身在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界人活光同尘 丝毫不沾眼 出修 要知道 避免 这一些热闹的场所 所以佛禁止 小城界里头 沙弥界里头 多禁止 这一切国无常所 不能去观听 不能去参与 为什么呢 怕你经不起诱惑 怕你在这个境界里面 齐心动力 一齐心一动力 你就堕落了 这是佛慈悲真实的教诲 那么这样修行 是不是觉得 对世间人来讲呢 是世间人觉得怪怪的 没错 世间人 是会感觉的奇怪 但是你要了生死 出三界 要想求神进土 那有大帮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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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